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GoMarkets助理分析师Jaden 推特的收购大戏终于落下了帷幕 从推特使用读完计划试图阻止收购 到马斯克狂喷推特水晶太多,意图退出收购协议 再到推特将马斯克告上法庭 这出大戏终于迎来了大结局 看着马斯克手捧洗手池入主推特总部 人们不禁要问,这只重获自由的蓝鸟将飞向何处 马斯克以440亿每股54块2的价格收购推特 特别是在今年并不是个划算的买卖 如果没有这处收购大戏的来来回回和起起落落 推特的股价很有可能会像snap一样 从年初的46块5毛9美股一路跌超70% 到如今的美股不到10美元 同时,推特也面临很多问题 一方面因为推特拥有众客、记者等用户而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特别是在公共事件上 但是推特做不到的事情就是赚钱 推特2022年二季度的财报 也是其作为上市公司的最后一份财报显示 其二季度亏损2.7亿美元 另一方面,推特的日活用户为2.378亿 而同样的老牌社交媒体Facebook的日活用户是20亿 因此,推特需要创新 需要新的业务模式和盈利模式 当然这也不只是推特的问题 由于宏观经济状况对广告业务的影响 Facebook和Google的三季度财报都不进入人意 特别是Facebook的元宇宙还在烧钱 导致其净利润同比下降52% 盘后股价跌超20% 这也让人对于以广告为主的业务模式是否可持续产生了怀疑 是将媒体是否到了变革的节点 推特被私有化后至少肯定会比现在更给人以希望 推特说不定可以成为先行者 进行一些新的尝试 马斯克的推特时时刻刻都在更新 言论也无时无刻不再变化 实在难以看出马斯克究竟想干什么 但是或许我们可以从被作为举证材料的马斯克的短信群聊中一窥究竟 从短信中可以看出 马斯克想要的核心是言论自由 这也是收购推特的导火索 推特的前CEO提醒马斯克 不要发表不利于公司的言论 惹怒了马斯克 小马在短信中当即表示 我不会加入董事会 这一切都是在浪费时间 我要直接收购推特 一分钟后他就在和弟弟的聊天中表示 我们需要一个基于区块链 并且包括支付的新媒体 可以看出 马斯克时代的推特会朝着区中心化 开源协议 支持加密货币和数字资产的方向前行 同时马斯克也表示 推特不能完全依赖广告商 若马斯克会如何解决推特不盈利的难题 这是否会给媒体平台的盈利模式 带来一些新的启发 当然前路会面临很多的挑战 譬如马斯克想要放宽推特的审查制度 但是欧盟内部市场专员表示 在欧洲这只鸟要按我们的规矩费 但是我们还是很期待 接下来推特是否带给我们惊喜 互联网人追求的要协议不要平台 是否会在世界首富的助力下实现 这也给我们投资者 对于科技和社交媒体板块 带来新的启发 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 请不要忘记点赞 转发加关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